分享 充分的珍惜 跟父母亲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岁月当中 甚至父母亲老的时候 我们本来就应该尽到养父 甚至回馈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希望各位先生女士 我们可以发挥菩萨的 这个四无量心 慈悲喜舌 那我们如何发挥人生价值 我们在西湖杭州 相信这是一个相当风光明媚的 这样的一个名胜古迹里面 有一个济公佛佛 相信各位先生女士都多所耳闻 那他为什么可以成就济公佛佛 就是在宋朝的时候 他能够功心一片 完全把个人的生命价值 做一个最极致的发挥 蓄孤林平 看到世间上不平的事情 他去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 脱离苦海 所以在世的时候就被人家称为济公佛佛 相信你翻遍很多的一个书籍里面 在世当中就被称为佛佛了 我想是少之又少 那济公佛佛就是其中一位大菩萨 所以说你看看在宋朝那样的一个 那个朝代里面 就一直传送济公佛佛的这样的一个神迹 传送很多他济世救人的这样的一个 高超的一个行进 所以现在的这个西湖这个林允寺 可以说是每天游客 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多 相信我们各位先生女士 如果有机会去到杭州西湖 可以一览我们既功佛佛的 这样的一个他个人的风采 那我们还可以效法 世间上很多人 这个很多人家里面都有祭拜的 这个观世音菩萨 那观世音菩萨他个人的一个宏愿 他就是这样 闻身就苦 那在座的各位先生女士 我们也可以闻身就苦 为什么可以闻身就苦 因为你周遭的朋友 你周遭的亲戚 他有可能遇到人世间的很多 种种的困境 他当他向你发出求救的讯号的时候 你拍拍他的肩膀 拥抱他 跟他说一两句 鼓励他的话 鼓励他迎向阳光 努力向上 你当下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千百亿花生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千百亿花生 那地藏王菩萨他曾经发了一个宏愿 他说地狱不空 世不成活 地狱的众生 相信有各位先生女士 如果有到一些音庙里面 可以看到 这个十八层地狱的种种的一个苦状 有这个挖舌头的 上道山下油锅的 这些地狱的众生 确实是相当相当的苦 那地狱空了没有 地狱每天都在做迎新送救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戏码 不断的在上演 地狱确实是没办法空 到现在还是没办法空 但是地狭王菩萨 他有这份宏愿 他愿意到地狱里面去救度终生 所以六祖慧能也有曾经讲过四句话 他说 菩提自信 本来清净 但用此心指了成佛 相信我们在人世间里面 不一定要说 做成佛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但是希望各位先生女士 我们要做好事 说好话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将菩萨型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广为宣打 让我们的世间都能够迎向一片 这个光明热力祥和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我们共同来改造 甚至来去影响更多人 发心向善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相信各位先生女士 我们都能够让天上就能够移到人间来 最后要祝福各位先生女士 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一定都有层层关卡 层层难关 希望各位先生女士 我们每一个人在往后的一个生命过程当中 遇到种种的难关 都能够怎样 光光难过 光光过 然后泼泼 难平 泼泼平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迎向人生的一个光明面 都能够走向这个人生的一个坦途 最后我们台湾这边有一首歌曲 是我从小里面 从小就很喜欢听的这一首歌曲 它叫把握人生的方向 最后我们就以这一首歌曲来作为 今天这个课题的这样的最后的一个休止符 那我就学习现唱 那希望各位看官 你就不要嫌弃 那我就把这一首歌唱完了以后 我们就要结束今天这样的一个课程 那这一首歌是这样唱 每一个人都有理想 只是理想不一样 理想需要去实现 理想需要去开窗 不要心犹豫 不要心彷徨 你第一次要坚强 只要能把握人生的方向 幸福就在你身旁 把握人生的方向 希望各位先生女士 不要心彷徨 不要心犹豫 你的意志要坚强 只要能把握人生的方向 幸福就在你身旁 有人说 人生的长度有限 但是它的宽度跟广度 却是无穷 希望我们把握有限的生命长度 去创造无限的生命的宽度跟广度 无限的生命广度跟宽广度 就有赖各位先生女士 你去开创 你去好好发挥 让我们人世间都能够充满着 享和乐利 让我们的人世间都能够充满着 安康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去期盼的 人家说树的方向可以由风决定 但是人的方向有决决定 有你自己决定 你的方向找对了 你就可以走对路 你的方向走错的时候 你会觉得遍地坎坷 遍地荆棘 最后要祝各位先生女士 都能够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在往后的一个生命当中 都充满着喜乐 谢谢各位 讲得不严满的地方 请各位先生女士多多包涵 希望各位先生女士 都能够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 找到你自己的方向 谢谢各位 谢谢